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这讯息连同《阿雷路亚》的歌唱声 在全球的教会回响着 耶稣是主 天父已使祂复活 而祂永远都生活在我们中间 耶稣曾用伊犁麦子的比喻 预言过祂的死亡与复活 说伊犁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是伊犁 如果死了才接出许多子力来 正是发生了这事 耶稣 天主播种在土壤的麦子里死了 被世界的罪过杀害 祂在坟墓里停留了两天 但在祂的死亡 但在祂的死亡完全 栏盖天主爱的大楼 这爱在第三天 我们今天庆祝的日子 主基督的月节 被释放和彰显出来 我们基督信徒相信并知道 基督的复活是世界上真正的希望 这希望绝不令人失望 就是那利麦子的大能 爱的大能 那份自我贬义和自我付出到底 的确更新了世界的爱 我们的历史被这么多的不义和暴力所冲测 但今天这爱的大能 在我们历史的痕迹继续结出果实 在仍然有剥削和排斥 饥饿和失业的地方 哪里有移民和难民 他们经常被今天的丢弃文化排斥 以及哪里有贩毒 人口贩卖和现代各种奴隶的 受害者的地方 结出希望和尊严的果实 今天我们为全世界祈求平安的果实 从心爱的和饱受煎熬的叙利亚开始 其人民遭受无法止息的战争摧残 在今年的复活节 愿复活基督的光照耀所有政治和军事的领导人 好使正在进行的杀战 能迅速终止 以及人道法律能被遵守 并启发人道的救援 给我们有急需的弟兄姐妹们 在此同时 确保足够的条件 使颠沛流离的人 有加可归 让我们为圣地 在那里的冲突殃及无辜 为夜门和整个中东 恳求和好的果实 好使对话和互相尊重 能胜过分裂和暴力 我们基督内的弟兄姐妹 常在那里 要忍受不公平的对待及迫害 愿他们能成为复活主 以及以善甚恶的光明见证人 让我们在今天 为那些渴望度一个 更有尊严的生活的人们 祈求希望的果实 尤其是在非洲大陆 那些深受饥荒 内战和恐怖攻击 所折磨的地区 愿复活主的平安治疗在南苏丹 和宝金冲突的干果共和国的畅商 并敞开人们的心 去对话和彼此了解 我们也不要忘记 那种冲突的受害者 特别是那些孩子们 那些被迫要离乡背井和苟且偷生的人 愿他们不会欠缺众人的团结关怀 让我们为朝鲜半岛祈求交谈的果实 好使在进行中的对话 能促进那些地区的和谐与和平 愿那些直接肩负责任的人士 用智慧和分辨去行动 谋求朝鲜半岛人民的福祉 并在国际团体间建立信任的关系 让我们也为乌克兰祈求和平的果实 好使那些为寻求和谐的政策能被强化 并且促使人民积虚的人道举措 让我们也为委内瑞拉的人民 祈求慰劫的果实 正如他们主教们的书面所述 他们在自己国家内正度着一种异乡的生活 愿那国家借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 找到一个正义和平及人道的方式 去迅速克服纠缠着他们 他的政治和人道危机 愿他被迫要离乡背井的子女们 不会缺乏别人的接纳和协助 愿复活的基督带来新生命的果实 给那些由于战争和饥荒 在成长时没有希望缺乏教育及健康照护的孩子们 以及给那些被一个自私文化 视为无生产力而遭受遗弃的老人们 让我们也为全世界那些肩负政治责任的人士 祈求智慧的果实 好使他们能经常尊重人性的尊严 投身于谋求社会公义 并确保他们自己人民的发展及安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一番话 一如那些奔跑去坟墓的妇女们所听到的 也也是对我们所说的 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了 他已复活了 死亡孤独和恐惧并非是结语 有一个词汇能超越他们 只有天主才能说的 这词汇就是复活 记得天主的爱 他为我们驱逐邪恶 抵除罪过 使堕落所 痛心悔改 给忧苦者带来了喜乐 他消除仇恨 克服了罪恶的势力 带来真正的和平 并使天地共有 祝大家复合节快乐 书记主教很隆重地宣布说 大教宗将会颁布他的中途降服 给所有透过网路、电视、收音机、收听或收看的人士 按照教会规定的模式 书记主教也邀请所有的信徒们特别为教宗祈祷 也为教会的合一以及稳定祈祷 我们信赖圣伯夺及圣保禄 两位圣宗徒的权柄和力量 愿他们替我们转救上主 阿们 借着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总领天使圣弥格尔 圣若翰习者 圣宗族伯多禄及保禄 以及所有圣人圣女的转求及功劳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你们 并且赦免你们的罪过 愿耶稣基督引领你们进入永生 阿们 愿全能及慈悲的上主 赐于你们大事 罪过的赦免 和你们所有罪过的宽勉 赐于你们时间去做真正的补熟 结出丰盛悔改的果实 一颗时常忏悔的心 改过自新 又赐于你们天主圣神的恩宠及安慰 以及坚定不宜行善的精神 阿们 愿全能天主的降福临到你们身上 并经常与你们同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那些来自罗马 来自意大利 还有其他国家 以及透过电视 收音机和其他传播工具 收听和收看的人 我想再次祝贺你们复活节快乐 在永活耶稣的灵在 所散发的光芒之下 愿复活节的宣告 能在你们心中 你们的家庭和团体里回响着 祂的灵在光照 安慰宽恕安抚人 特别是连长的人 基督战神的邪恶的根源 祂是敞开的救恩之门 好使每一个人能寻找到慈悲 我谢谢你们的历灵 以及今天庆日的喜乐 也要特别感谢的 是今天来自荷兰 所赠送的花式 我们一个热烈的鼓掌 向荷兰致谢 送了这么美丽漂亮的花式 在这复活这一天 让我们宣扬复活的喜讯 也请你们不要忘记为我祈祷 祝你们复活节快乐 午餐愉快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天主保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